大家好,最近降温比较厉害,我这边晚上最低温度达到了零下一度或者零下二度 前天还飘了一点雪花 在这种低温环境中,这种地载的猪顶红它能不能扛过去呢 因为只是短暂的零下一二度 所以呢它扛过去是没有什么问题的,叶子还是比较翠绿的 如果低温时间比较长的话就扛不过去了 想让猪顶红扛过低温,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给它浇水 一定要偏干去养护 这样它的耐寒能力就会比较好 如果温度比较低,你还去给它浇水的话 那么冻伤的可能性就很大 像我地载的这些猪顶红都已经一两个月没有给它浇水了 所以偶尔零下一两度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如果后面还会降温,温度变得更低 那么我会在上面给它盖一件破衣服或者是毯子 这样子短时间的零下五度以上的温度它都可以挺过去 所以猪顶红没有我们想的那么浇贵 尤其这一种栽种时间比较久的猪顶红 它的耐寒能力其实还是很不错的 所以猪顶红的这种栽种时间比较多了 所以猪顶红的这种栽种时间比较多了 所以猪顶红的这种栽种时间比较多了